唐天堡十四年十一月 燕军得以长驱直入 指导唐帝国首都长安 唐玄宗李隆基在禁军将领陈玄李等人的掩护下 出逃成都避难 太子李亨则北上陵武称帝 视为唐宿宗 唐帝国首都长安被燕军攻陷的消息传开 大大改变了各地战略态势 以郭子怡、李光碧为首的唐军 本已牢牢地压制住了 以燕将十四名为首的中左陆大军 而且大有反攻燕军后方 范阳、平鲁等地之态势 等到长安被燕军攻陷 各地唐军哗然战役不稳 燕军借此良机一扫颓势 声势赴阵 为避敌锋芒 李光碧等将领主动退出河东地区 固守太原 燕军大将史思明则带领 中左陆燕军 趁盛清朝而出 包围北都太原与唐军展开决战 北方战事震撼之际 中原以南地区唐军的形势 也不太乐观 安禄山攻陷长安后 随即将目光移向了江淮地区 并派遣军队展开进攻 燕军与唐军在江淮地区 又会有怎样的交锋 又有哪些名将被席卷入 这场世纪大动乱呢 天宝15年6月 安禄山大军先后攻克洛阳 同关长安等地 势力如日中天 他本人的心态也开始发生变化 攻陷长安后 唐玄宗等宗室逃亡 唐家设计沦陷 志得意满的安禄山 觉得天下大势已定 只派各路将领继续攻打 仍然忠于唐朝的周线 自己却开始纵情声色 酒驰肉林 数月以来 无日不欢的奢靡生活 拖垮了安禄山的身体 本就过度肥胖的安禄山 身体爆发了多种病症 视力逐渐下降 几乎失明 身上长了毒疮 性情因此大变 对身边的宦官肆意打骂 安禄山的进尘李朱尔 数次被安禄山打得皮开肉绽 几乎死去 因此对安禄山怀恨在心 唐志得二年正月 安禄山之子安庆旭 与安禄山因立储问题起了争执 恼羞成怒的安庆旭 唆使宦官李朱尔 持刀杀害安禄山 事后 安庆旭自立为大燕皇帝 此时的燕军 因攻克长安 兵风正盛 打得各路唐军 节节败退 安庆旭 与安禄山一样 也将下一步的作战目标 放到了江淮 这个维持整个大唐粮税的 赴税之地上 自从燕军占领中原地区后 江淮财富 不得不经由江汉二水 运抵阳川 再由杨川运到唐军的后方基地浮风 为保证这条大唐的生命线 以及确保大唐后方江淮地区的安全 唐朝廷为此设立了南阳 衰阳防线 安史集团 为了切断唐朝廷的经济命脉 接连派大军 猛攻南阳和衰阳 南阳太守卢炯守南阳历时一年 最终未能抵抗燕军猛烈的攻势 继承退守襄阳 在卢炯败退后 南阳左近的虽阳自然接替成为了 与燕军交战的最前沿阵地 虽阳地处虽水上流 若虽阳丢失 燕军可沿江而下 直达淮南重镇临淮 因此 虽阳可为江淮地区最后的屏障 此时负责守卫 虽阳的唐军将领是徐远 徐远自令为杭州人 近史出身 曾任建南节度史从事 从事又称从事员 是官员的幕僚秘书 长期从事文职 徐远在安史之乱前 并未有过独立领军的经历 因此 在燕军着手攻打虽阳初期 徐远与燕军将领李廷旺 交战数次 屡落下风 只能勉强守住城市而已 但继续相持下去 必然难以为继 为更好的守卫虽阳 以保障后方江淮地区的稳定 徐远派人前往宁陵 联络张寻 张寻 邓州 南洋人 自幼保读群书 通晓作战 布阵之法 作战时 擅出其毛 安史之乱爆发后 张寻以地方官的身份 自己召集千人 对抗燕军 更在雍丘之战中 以数千人 面对燕军 令狐朝 数万大军的围攻 不落下风 反而斩杀燕军万余人 一战成名 声名远波 张寻得知了燕军 正在围攻虽阳的情况 深知虽阳重要 于是答应了支援的请求 张寻上阵 面对攻势如火的燕军 他是否能带领唐军 守住城池 甚至重现 雍丘之战的胜利呢 张寻率领军队赶到宋阳城 与徐远的军队 合兵一处 共计六千八百人 与燕军多有战斗经验的张寻认为 燕军人数众多 且驻防边疆多年 作战小勇 战斗力远胜中原 承平日久的士兵 因此放弃了野战决胜的打算 主张依靠城池固守 他命令虽阳守军 一面在城下挖掘大量的战壕 还卫城池 一面将城外的木块 巨石全部搬上城楼 严阵以待 燕将李廷旺率部 连攻数日都被张寻击退 伤亡惨重 眼见虽阳久攻不下 同年二月 安庆旭任命大将 尹紫棋为河南节度使 进攻隋阳 尹紫棋 安禄山仗下速将 早年跟随安禄山多次 率部出击赛外 能争贯战 尹紫棋从陈流发兵 抵达隋阳前线后 认为隋阳只是一座孤城 孤掌难鸣 先是派出信使 劝张寻 徐远等唐军守将 审师夺势 尽早投降 却被言辞拒绝 尹紫棋的策略 从而转向了强攻 他命令部队 日夜攻城连连不休 异域利用人数优势 面对燕军猛烈的 已复战术 张寻亲自坐镇城头督战 与燕军反复接战拉锯 战事持续了半个月 结果却大大出乎各方意料 唐军不但守住了城池 更先后歼灭燕军两万人 勤获敌将六十余人 士气高涨 燕军受挫 只能暂缓攻势 通过此战 徐远也看到了张寻 军事能力值得信赖 随即将军事大权 全盘交付给张寻 自己则重新回到文职 搞起了后勤的工作 大敌当前 张寻也不推辞 自此 徐远转到幕后 做起了粮草筹集 装备打造等后勤工作 而张寻则负责守城作战 张寻与徐远二人 一武一文 配合默契 后续又几次击 燕军的小规模骚扰 不过这个时候 唐军内部却出现了变数 此前 徐远的部将李涛 田秀荣 因畏惧燕军声势 商议一同投敌保命 二人合谋 李涛先一步率领他的部下 投奔银子齐 而田秀荣 则被留在城中作内婴 再找机会 内外夹击 攻破虽扬 不过没等计划实行 田秀荣内应的消息 提前败露 张寻亲自将田秀荣 带上城头 列举出他的罪状 并当场砍下了他的头颅 挂在城门之上 随后利用群情激愤的士气 连夜带兵杀出城 出敌不意 主动进攻燕军 唐军在夜色的掩护下 骑袭军大破支 将燕军逼退数十里 并缴获了大量的车马牛羊等战利品 唐军信心日益高涨 甚至想转手为攻 乘胜出击周边被燕军占领的城池 战事至此张寻是否能真正的击退燕军 为阻止张寻的进攻 尹子齐再次整顿大军 围攻随阳 张寻对将士们说 我受到过国家的恩惠 必然会以死守住随阳 我一想到诸位将士御血奋战 为朝廷舍身忘死 但是得到了的赏赐 却远远比不上诸军的战功 我为此很动心 随即张寻再次自掏腰包 杀牛射宴赏赐将士后 率领全军出战 徐远在城头为全军擂鼓 为全军鼓舞士气 张寻则亲自手持军旗 率领部队向前冲锋 全军将士亦被张寻 汉不为此的气节感染 人人争先 作战尤为小勇 很快唐军打破燕军 斩杀燕军将领三十余人 士族三千 唐军乘胜追击 击溃燕军 混乱中 燕军连军旗 也被唐军抢走 为了扭转颓势 尹子旗不断向后方 征调兵力 兵马数量 一度增长至18万之多 张寻虽然能击退燕军 却始终无法彻底 将之歼灭 尹子旗借助兵力 与后勤的优势 卷土重来 攻城频率也更为剧烈 张寻为了疲惫敌人 于夜间在城内 鸣鼓整队 假装将要出击 燕军通宵达旦不敢休息 处于戒备状态 等到凌晨时分 张寻命城中士兵 做好准备 挺鼓吸兵 燕军在瞭望塔上 瞭望城中 见城中毫无动静 认为虽仰守军 折腾了一夜也要休息 逐渐安心了下来 又因一夜无眠 疲惫不堪 大部分都卸甲准备休息 在这懈怠松弛之际 张寻率精兵从城门杀出 直冲尹子旗的中军打赢 等到燕军负责守备的士兵反应过来 张寻已杀到燕军营地内 燕军顿时一片混乱 此意 张寻又斩燕将五十余人 兼敌五千余人 燕军锐气 再次大挫 五月后 城外麦子成熟时 燕军为了困死唐军 派人将城外的麦子悉数割去 以断唐军良缘 并且派兵日夜监视 虽仰守军的一举一动 燕军不断进击 张寻清楚敌强我弱 战斗不能长久拖下去 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虽扬之为 决定采取秦贼先秦王的战略方针 利用弓箭射杀主将尹子齐 迫使燕军退兵 但城中将士无人认识尹子齐 无法辨认燕军主将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 足智多谋的张寻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张寻命人以薅草销作箭头 射向燕军 城下燕军士兵看到以薅草作的箭 认为唐军已弹尽粮绝 就前去禀告燕子齐 张寻以此认出了燕子齐 急命手下南继云 拉弓射杀燕子齐 南继云张寻家将 早年曾在河岸为人操舟 能左右开弓力大无穷 且剑法高超百步穿扬 南继云晚弓搭建 看准时机一箭正中 燕子齐所演 主将重伤 燕军陷入混乱 张寻便率唐军将士 趁势出城 差点生擒尹燕子齐 燕子齐带伤败逃 虽扬之为暂时解除 张寻依靠自己的才智 射伤了燕子齐 暂时解决了 虽扬成被围攻的现状 但燕军对虽扬 势在必得 卷土而来 也只是时间问题 燕军的攻城来势 必然更为猛烈 张寻又将作合部署 虽扬又是否能够守住 唐智德二年七月初六 燕子齐养好伤病 再次聚拢军队数万 围攻虽扬 这一次 他吸取了前几次强攻的教训 采取了维而不攻的战术 打算利用后勤优势 困此孤城虽扬 早先 徐远曾指挥将士 囤积了六万弹的粮草备用 可以维持全军用度 一年有余 但期间 宗氏国王李聚 以蒲扬 既银二郡也要防守为由 强征了城中一半的粮草 因此 当虽扬守军 面对燕军的再次围攻 自身的粮草也开始不足 将士们每日只能分到一盒米 根本难以保护 又过了一段时间 粮草消耗渐进 唐军连每日一盒米都无法保障 光阴饥生病的将士 就有近千人 十不果腹的唐军将士 只能在城中 罗雀绝数 甚至主盔甲 碰弓弦冲击 由于大规模的捕食 到了最后 城中连鸟鼠都无处寻觅 为了生存 军民只能一子而食 虽扬城中人心惶惶 张寻担心生变 随即带出自己的妾 当着三军的面 杀了说 诸公为国家陆立守城 一心无二 长期缺乏食物 忠义之心 却不衰 我张寻为了守城 不能割自己的肌肤 给你们将士吃 怎么能吝惜这个妇人 做事局势微迫 说罢 就令将士 把自己的爱血分食 徐远也杀了自己的仆奴 充当军粮 张寻又命令唐军 抓城中的妇女烹食 把妇女吃完以后 又开始吃老人与小孩 城中的百姓 也未做抵抗 尹子齐 在得知粮中城进后 加紧攻城 在加快攻城进度 燕军先是制造一座云梯 上面部署了二百精兵 推至城下 响令士兵跳入城内 然而张寻 事先在城墙凿开三个洞 等待云梯快临近时 先从一洞中伸出一根大木 木头末端上设置一铁钩 钩住云梯使不得退去 又从另一洞中出一根木头 顶住云梯使不得前进 在最后一洞中 再伸出一大木 木头上安置了一个铁笼 笼中装着火焚烧云梯 云梯从中间被烧断 梯上的士族全部被烧死 云梯不行 银子齐又造钩车工程 用钩车上的钩子 破坏城上的敌楼 钩子锁经之处 敌楼无不崩陷 张寻准备一根大木 他在大木的末端 安置了连锁 并在锁墨安装一个大铁环 当钩车又工程时 唐军就用大木末端的铁环 套住钩车的钩头 将钩车带入城内 折断钩车的钩头 再将车从城头抛下 之后燕军又造了木驴车工程 但也被张寻用高温铁水 灌入木驴的办法 将其化解 银子齐建简单的工程战车 无法有效地攻破隧阳 又在隧阳城 地势相对较高的城西北角 不断堆砌土带和木材 企图构筑成台阶 作为登城之用 面对燕军的垒石战术 张寻不动声色地 将松明 甘草等易燃物 扔置于街道上 在燕军未发现的状况下 张寻选了个风向有力的日子 出城与燕军大战 同时派人顺风纵火焚烧台阶 于是熊熊大火冲天燃起 燕军无法救火 经过了二十多天 大火才熄灭 燕军在这之后 又尝试了无数的办法 但都不能攻克隧阳 随即决定放弃强攻 将隧阳围而不攻 之后 燕军在城外挖了三道号钩 并围城设置木栈 想长期围困守军 隧阳城攻守双方 陷入了乡齿阶段 战事发展至此 面对燕子齐 兼必轻野 只为不攻的军事策略 张寻以及隧阳唐军 又该何去何从 当时 在隧阳附近 临淮的河南节度使 贺兰晋明 和乔骏的都支 兵马使许书记 以及鹏城的 浙江部政司左参议 上衡三人 皆有一定数量的军队 但却既旦燕军势大 始终处于观望态势 此时的隧阳城内 士兵们因为饥饿到了 连武器都拿不动的地步 靠这样的军队 如何能抵御住燕军的进攻 万般无奈之下 张寻令部将南继云 坠成而下 率三十惊奇 突围囚园 做最后一搏 新唐书张寻传中记载 南继云率部下骑兵三十 向燕军杀去 南继云在燕军的包围之下 左冲右突 如入无人之境 燕军害怕南继云高超的武艺 无人赶上前 最终 南继云已损失两人的 微弱代价率不突围 南继云顺利突围后 就向林怀的河南节度使 贺兰晋明求援 说到虽扬如果失陷了 我南继云请求以死 向大夫谢罪 而且虽扬如果破了 下一个就是林怀 纯寒齿王 为何不救 贺兰晋明 河南洛阳人 玄宗开元十六年 登科进士 安史之乱被唐朝廷授予 玉室大夫 兼河南节度使 贺兰晋明很早就在关注 虽扬之战的发展 但却畏惧于 如今燕军的势大 一直不敢出兵 援助张巡 自安史之乱爆发以来 燕军为了更好地笼络唐将 对唐将一直采取的 都是宽容以待的政策 即对于归降的唐军 给予重用 对顽固反抗者 给予沉重的打击 现如今 唐朝与燕之间 还处于交战 甚至整体局势 还向着有利于 燕军一方发展 若贺兰晋明 贸然出兵相助 日后 如果唐朝打败了燕还好 一旦燕 成功取代唐朝 那么自己也将成为 燕军下一个 铲除的目标 且贺兰晋明 一直以来都忌惮张巡的才能 现如今 有了落井下石的机会 不发兵 既可以得到燕军的好感 又可以借燕军之手 杀死张巡 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 从头到尾 贺兰晋明就打好了 不可能发兵 援助张巡的念头 就随便找了一个理由 堂塞了南继云的求助 但贺兰晋明 却很是欣赏 南继云敢于 孤身求援的胆色 有意招揽他 坐自己的部下 为自己守城卫图 多次开口挽留南继云 并为其设宴盛情宽带 南继云眼见 贺兰晋明没有援助之心 拒绝了燕兰 并怒斥贺兰晋明一番后 骑马离去 随后他又接连向 彭城的上衡 乔骏的许书记求救 但这些人都想 保全自己的军队 不愿前往救援孙杨 南继云一路求援 最后只是得到了 真援 宁陵城使 李芬和连坦 不齐共计三千人的帮助 同年八月 南继云与宁陵城使 连坦一起率领三千将士 援救孙杨 当时 孙杨城四周大雾弥漫 尹子齐看不到 孙杨城头的情况 害怕张寻等人 借机逃跑 就率领燕军 将孙杨城 围了个水泄不通 南继云身先士卒 率领精锐的骑兵 反复冲击燕军的大营 步兵则借机突入城中 双方的交战尤为积累 最后 南继云仅率一千人 杀到孙杨城下 张寻等将 急忙开城门 将南继云迎入城中 南继云进入孙杨后 将各地截度使 皆不肯援救孙杨 告知了张寻等人 城中将士知道 自己已无人相救 身处绝境 皆是痛哭流泪 尹子齐知道 张寻已无援军 认为孙杨城 已是指日可破 将孙杨城包围得 更加严密 燕军将孙杨 围了个水泄不通 张寻又寻遍援兵不得 孙杨城局势 岌岌可危 孙杨城与张寻等人 最终归宿又将如何 唐智德二年八月 尹子齐已包围 孙杨城越鱼 孙杨城中 已是弹尽粮绝 孙杨城中的将士 建议张寻保留有生力量 放弃孙杨城 向东突围 张寻反驳了将士们的意见 认为孙杨是江淮的保障 如果孙杨城破 燕军长驱直入 那么江淮地区 必将沦陷 而且 现在将士们 连走路都费劲 又怎么可能拿起武器突围 现在出城 是必死之策 违今之计 唯有尽可能的守城 等待着唐军大部队的救援 燕军在围攻孙杨期间 日夜不停地派遣将士 到孙杨城四周巡逻 防止张寻等人逃跑 张寻则借机 在孙杨城头 劝降城下巡逻的将领 如燕将李怀忠 本是被燕军所掳的 唐军将领 效力燕军两年 李怀忠路过城下时 张寻劝解他悬崖勒马 重新加入唐军阵营 还对李怀忠说 他作为叛将 父母妻儿都会受到牵连 最终李怀忠被张寻说动 率领部下数十人前来投城 燕军围攻孙杨期间 张寻共招降燕军将士二百余人 且这些人都为他死命效力 又过了一段时间 孙杨城中的将士仅剩四百人 且饥饿越鱼 士兵各个躺在城头上 连手指都不能移动 等到了十月中旬 银子齐认为攻陷孙杨城的实际已到 率领十八万大军强攻孙杨 最终 孙杨城为燕军攻陷 张寻 徐远 南济云等三十六元孙杨守将 皆被俘虏 燕军将领银子齐 对张寻等人舍生忘死的表现 十分的敬重 本想劝张寻等人投降于己 张寻面对银子齐的劝降 根本不为所动说道 我恨不得生吞了 你们这些叛臣贼子 只是自己有心无力罢了 燕军虽十分佩服张寻的气节 但为了防止日后生变 银子齐最终将张寻 南济云等守将三十五人 通通处死 仅留徐远一人遣送回洛阳 以示邀功 不久后 徐远也在燕军的迫害下身死 虽阳一战 张寻以一城之地 立抗强弩多年 以自身一万人全军覆没的巨大代价 拖住燕军长达十月之久 消耗了燕军大量的人力物力 虽阳之战历时十个月 前后大小占四百余场 唐军共在虽阳杀死燕军十二万人 战争的最后结果 虽是燕军取得了虽阳之战最后的胜利 却已错失了最佳进攻江淮地区的时间 天下大势的车轮又开始徐徐转动 虽阳之战 随着尹子齐攻陷虽阳而落下了帷幕 虽阳之战中 燕军一共出兵十八万 自身伤亡十二万 唐军虽阳守军一万 全军覆没 城内三万余百姓被虽阳唐军洗劫一空 城破之日 全城寸草不生 虽阳攻守战的惨烈程度 历史之未有 燕军在河南地区大动干戈 却始终无法撼动虽阳 燕军的扩张势头被大大阻碍了 为各地唐军的反攻 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 虽阳战役可谓安史之乱 强弱异变的转折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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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